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进行讲解关于微博前端开发的一些规范 那么我们这一次课程呢,安排的这些主要是针对于商业开发或者说团队开发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的同学呢,如果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话 那么可以呢,学习一下此课程,了解一下在真正的商业开发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一讲,我们将给大家进行讲解的是关于CSS的在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类型的使用 CSS有三种基本类型,那么在我们的开发当中呢 那么这三种基本类型呢,我待会会逐一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CSS是什么 CSS呢,实际上就是指乘叠样式表 那么CSS它是第一样式来显示这个HTML 那我们通常呢,我在培训同学们的时候 我通常会这样给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外边修的一栋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呢,刚修好,我们呢只能称之为一个毛坯房 是不是 那这个毛坯房呢,很简陋 那么具体,比如说最后啊,我们把这个房子买过来以后要进行装修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风格,你所喜欢的风格把它装修成 那CSS呢,它就相当于这个装修的过程 那么我们CSS它还有一个好处 它就可以呢,使得我们的内容和表现分离 那这个分离以后啊,它就可以提高很多的工作效率了 比如说我们的开发,开发人员 那么有的可以呢,先把这个框架打减 然后呢,把这个CSS呢,写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当中 然后这个CSS文件可以呢,在整个团队开发当中呢,进行共享 然后其他的开发人员呢,也可以去使用这个CSS 使用这里面的这些样式 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为什么要团队开发 那实际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可能会比较大 第二个,要提高工作效率 那CSS呢,我们一般呢,是把它存储在专门的CSS文件当中 那么这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多个样式可以呢,乘叠为一 也就是CSS的乘叠表 那这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CSS的这三种模式 首先 第一个是重新定义HTML的样式 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的商业开发过程当中 HTML它本身呢,就有自己固定的样式 比如说表格,那你直接打一个Table 那么它就会显示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呢,往往我们可能在一般的网站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类的表格 或者怎么样的表格 它往往呢,和我们实际的 这个Table的样式呢,还是有很大差别 那么这就是使用了CSS来实现的 那么这里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HR,这样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它就是一个分格符 分格符 那我这里呢,可以呢,在这里定义一个demo的文件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OK,我把它定义到我们的这个game目录下边 demo OK,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我在这里呢,直接放一个HR标签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 就这样的一个样式,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HTML标签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要对这个标签来进行一个设置 HR,进行一个设置 那我可以呢,在这里 在这里 写上什么 一个style,type text,css 这里呢,写上一个样式的脚本 OK 然后这个样式的脚本 比如说我们要对这个HR呢,进行重新的 定样式 直接把这个HR写过来 好,然后呢,给它加上一个红色的边框 好,dotted 这个边框的样式呢,是这个虚线 颜色 这个颜色啊 这个一个像素 这个颜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什么颜色 灰色啊,浅灰色的一个边框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开发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网站啊,它有很多的链接 超链接 那大家,比如说我这里呢,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里随便呢,放一个A标签 比如说这个是首页 好,首页 然后呢,这个是产品列表 那么,那我们这里呢,就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是发展历史啊 OK,那大家看 那这个A标签它有一个固定的样式 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个里面的A标签 要设置一下它的统一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的A标签,我们都不要下滑线 我们就可以呢,在这里 重新去设置A标签 然后,把它写下来 这个下滑线呢,我们可以通过Tex 好,TexDirecting Directing,OK 那么,找到它这个Lang 那么,它这里呢,就把这个下滑线呢,去掉了 并且呢,A标签 我们还可以呢,给它设置一下 它默认的字体颜色啊 这些,比如说它字体颜色 Color 我们可以给它选择一个,比如说深灰色 深灰色 来看一下,就是这种颜色 那么,所以以后 也就是这个页面,我随便 再写几个A标签 那么,它都可以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我这里呢,随便再写几个 比如说,测试 测试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测试的样式呢,也变成了这个A标签的 上面我们写的这个统一的样式 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HTML里面的 这个标签呢,进行重新的定义 那么,第二种的链接方式呢 这个样式方式,我们也得看一下 这个是链接状态的样式 那这个链接状态的样式 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 这里A.NAV A.NAV 然后,冒号link 就是它链接的时候的样式 然后,第二种 这个NAV 然后,这里有个空格 大家注意了,这里呢,是没有空格的 然后,A,冒号link 那这里呢,它这两种什么意思 第一种,它是只能修饰 这个A标签中 有这个 这个NAV样式的标签 那么,第二种 第二种呢,它是可以修饰 只要包含了 这个NAV样式里面的所有的A标签 它都可以呢,它都可以呢,来进行修饰 那我们这里呢,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呢,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A 下边,下边 那这里是没有空格的 没有空格 然后,这里呢,lin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加个颜色 Color Read 那现在 我们先把这个呢,刷新一下 它现在呢,是 还是我们之前设的这个样式的颜色 好,那现在如果我要对这个A标签加上一个class 啊,NAV 哦,这里呢,这里一个空格 哈 OK 注意了,这里呢,应该有个冒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NAV 后边呢,这里呢,应该有个冒号 注意了,这个冒号呢,是英文格式下的这种冒号 那它现在呢,只能修饰 啊,有这个 NAV 下面的这个 样式 那么,如果 我们在这个 A标签外面加上一个DNV 那么,我们可以呢 这样 点 NAV 2 比如说,我这里呢,再另外写一个样式 然后 空格 A标签 比如说 Color Red 那现在也就是说 我这个,只要使用了这个样式的 下面所有的A标签 它都可以呢,加上红色的字体 那我们可以呢,在这里 Class 啊,来使用 这个 这里呢,还是给它加一个Link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OK,就这样的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具体的,根据具体的方式去应用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自定义样式 那么这个自定义样式 就是我们完全要根据自己的设计 啊,要去重新给它设计一种样式 那么一般呢,我们可以 这个命名的方式 可以呢,用一个点 啊,样式的名 前面一个点 后边呢,跟一个样式的缩写 哦,比如说这个点 Shadow 啊,Shadow 就是什么? 阴影的部分 啊,阴影的意思 然后这个点 NO,啊,字号 行距,啊,这些缩写 那么比如说 NO,啊,文字样式 12,啊,12-24 啊,那么字号就是12号字 行距呢 啊,比如24 啊,颜色,啊,什么什么 这些都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对我们的这个body里面的 所有的,啊,字体 给它加上一个,啊,样式 我们这里呢 可以 比如说我要单独来设一个标题的样式 Titer 好,Titer 那Titer呢 Titer呢,它有很多种 比如Titer 这里H,啊,5 啊,H4,H3 那我随便写一个哈 啊,那这里呢 颜色 我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啊,绿色 啊,字体 Fant Size 比如说16个像素 18个像素 啊,这个呢 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根据实际的这个字体大小来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就是 好,它这个文本是否居中 Text name Central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在这里 放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呢 里面 先放一个DAV 或者说放一个 H,啊,4的标签 然后这个H4标签呢 我就可以给它加上一个class 啊,这个TiterH4 的样式 然后下边呢 我们给它加的是一个UR列表 OK,那么这个UR列表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个LI标签 啊,这个是文字列表 好,比如说这里呢 这里面还可以给它加 啊,链接HREF 等于 啊,这里面没有链接了 我们就随便给它写一个就可以了 OK,那么这里呢 比如说测试啊 测试 这个标题呢 这里我随便写一个啊 这个是新闻动态 然后这个呢 是新闻动态下边的这些详细的啊 列表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居中 那么我们可以呢 这个DAV 我们可以呢 再给它设置一个样式啊 比如说这里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点 啊,这个box1 这个是盒子1 那么我们可以呢 比如说给它一个宽度 Y的是 啊,比如说 190个像素 那么我们在给它使用的时候 这里呢 就用class啊 这个box1 OK 大家呢 刷新一下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啊 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titer 啊 啊,这个title 这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css样式 就是要专门用来修饰这个标题标签的 当然这个标题标签 它是针对的h4标题的 当然h4标题呢 这里涉及到一些啊 比如说啊 浏览器之间的这个解释 我们称之为兼容的问题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设一个manging 啊,0 panding啊 就是外件距和内件距 都给它设为0 那么这样呢 看起来呢 就会比较的协调 OK 那么这个 这是标题 这个是box1 这box1下面所有的UAL标签 那box1下面所有的UAL标签呢 我们可以再给它设设计样式 比如说这样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控制的是box1下面所有的UAL标签 同样的我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margin和panding的一个css样式 好了 这里呢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呢 给这个box呢 再订一个边框 border seal的一个像素 比如说这里一个像素呢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 一般这种都是浅灰色 浅灰色 刷新 那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样式 那下面呢 这个box1下面的这个UAL标签 UAL标签下面所有的Li标签呢 我们如果要给它订一个比如说边框 我们可以给它订一个border bottom border bottom seal的 这实现 比如说一般呢 我们可以订虚线 dotted 一个像素 然后颜色呢 我们同样的可以呢 根据需要 比如一般呢 我们给它订一个浅灰色 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这个基本的一个文字列表呢 就出来了 当然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列表呢 做得更美观一些 那么完全呢 可以再在这个上面呢 再给它添加一些css 比如说这里的文字 我可以呢 向 向左 向右 再说近一些 然后上面的标题 这里呢 可以给它加个背景色啊 之类的 这都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行具 这些都是可以去设置的 那么大家下来呢 要对这个方面的内容呢 一定要去熟悉 比如说这里呢 设行具 9 hat 比如26个像素 OK 还有呢 就文字 我们要向右 说近的话 我这里呢 我们比如说 说近20个像素 这样它看起来呢 就 比较的 这个 舒服 看到没有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起来就会比较的整洁 那么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一些常用的 这个整体的文字 文字大小 我们可以在body里面去给它设计 body里面去设计 比如说我们 所有的文字大小呢 先给它设计一个 十个 十像素 十像素 或者十二像素 这个都是可以的 十二像素 这是十个像素 OK 那么这个 它为什么不是十个像素呢 那是因为 我们在这里呢 又重新给它设计了 这个文字大小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的 CSS样式 那么这个CSS样式 我们可以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知识 把这个剪切出来 大家注意了 我在这里剪切的时候 只是剪切了这个style 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 并没有连同这个一起剪切 剪切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CSS文件夹 里面写了一个basic 啊 CSS 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给它进行讲解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 啊 这个CSS文件 把它后转名呢 改成CSS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我们刚才写了这些 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当然了 现在这个 我们刚才写了这个demo 这个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 现在没有CSS 那么我们再刷新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原始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如果我要使用这个CSS样式呢 我就把这个CSS样式呢 直接拖放过来 拖放过来以后 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个link 啊 再来一个脚本 ok 那么这个link呢 就是一个链接 相当于链接 链接谁呢 链接到这个文件夹下面的CSS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把这个CSS样式复制到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现在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ok 它又回到了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啊 样子 好了 今天这一讲 我们就主要给大家进行讲解了这个CSS的一些啊 样式啊 以及呢 我们在商业开发当中如何去使用 使用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命名啊 等于系列的问题啊 那么具体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啊 就是在麦子学院里面发布的一些其他的啊 这个商业实战的这种开发课程 那这个呢 很有帮助啊 对大家学习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个课程呢 大家也可以呢 啊 就是说通过这个过程呢 去了解 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什么问题 好了 今天这一讲讲到这里 下讲再见